穿白褲的年輕男子 站在捷運出口 對老單女性不斷詢問 女子白白手 雙方僵持一分多週 實在沒辦法 女子掏出錢包 給了100元 整段過程 被埋伏遠景目擊 背帶時還想掙扎 和遠景拉拉扯扯 她就是台北車站 鼎鼎有名的借錢哥 原來15號下午 31歲詹姓借錢哥 又瞎掰自己的 又又卡掉了 一名女子掏出100元之後 警方立刻上前抓人 也查出借錢哥身上 有現金2萬多元 和悠遊卡 根本是在裝窮 只是證明借錢哥 從2010年 就在台北車站伸手借錢 今年9月起 更是變本加厲 短短兩個月內 就騙了22人 得手超過6萬元 之後女網友PO文 借錢哥 自稱是原住民 沒帶錢包 要回屏東奔桑 需要8600元車資 女網友懷疑 借錢哥又改口要借訴 最後百貨人員出面制止 網友才順利脫困 可以找女生幹嘛 你只要要錢喔 我已經性殺老 我已經被性殺老了 報紙 你可不可以做不當的延遲 沒有新聞都有報紙 報紙 新聞是新聞 你不要嚇到那個女生嚇到 早在8月份就被警方給鎖定 借錢哥屢屢債犯 而他15號被逮時 身上還穿著價值5000多元的知名炒牌帽T 卻故意裝窮行騙 警方已經依炸氣罪移送 健康預防性積壓 TVBS新聞蔡明徐 宋家磚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